那这款14寸的MacBook Pro 我已经上手有两三个月了 这期视频给大家来分享 我目前在用的一些 个人觉得不错的配件 那本期视频没有任何植入 那第一个是笔记本的增高支架 那如果你是长时间使用笔记本的话 就把电脑屏幕放到与视线同高 就很重要 平时用笔记本的时候 基本上屏幕都是低于视线的 你需要低着头去看屏幕 短时间还好 长时间静追就会不舒服 而笔记本增高支架 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我目前在用的有两款 就这款的它的可调整的范围更高 也比较便携一些 可以收纳成这种长条的状态 不过它的稳定性要稍微差一点 这款的它的调整范围 没有之前的高 便携性也差一点 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和质感 都要好不少 两款的价格都在几十块钱左右 我是一个放在家里面用的 一个放在办公室里面用 第二个是内胆包 我之前使用MacBook Pro 比较追求裸机的那种感觉 就不喜欢贴膜带套 也没有使用内胆包的习惯 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 笔记本都放在固定的地方 当做台式机来使用 偶尔外出鞋带 也是直接用电脑包装起来带走 不过目前我再用的 这款14寸的MacBook Pro 因为各方面的性能都很给力 也成了我目前的一个主力电脑 我会经常带着它在不同的地方使用 这难免会增加边边角角科奔的情况 所以我就为它搭配了一款内胆包 我目前在用的这款价格很合适 一二十块钱 手感的以及保护性都还不错 我买过一款更贵的 但是它的整体用起来就钱不好 我就给退掉了 第三个是傅长的充电器 因为我大部分的情况下 会在家和办公室里面使用这款MacBook Pro 而我又不想每次出门都携带充电器 我就又买了一款某品牌的100瓦的淡化甲的充电器 放在办公室里面用 我试了一下它的充电效率 充电速度基本上跟原装的96瓦的充电器持平 这款充电器它有更多的一个接口 体质也控制的不错 这样如果外出的话 我直接可以带这样一个充电器 就可以给我的笔记本 iPad手机之类的设备进行充电 非常的方便 第四个配件其实更准确的算是 苹果多设备生态之间的一种功能 叫做隔空播放 iPad Pro Mac mini的M1 iMac都可以作为MacBook Pro的镜像 或者是扩展屏幕来使用 当你去剪辑一些非常多素材的视频的时候 或者是对素材进行精细调整的时候 多屏幕和大屏幕的体验显然是更好的 整体的流畅度也还可以 分辨率和画面的效果相比iMac 5K 虽然差了一点 但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不过目前隔空播放也有一些小问题 用MacBook Pro在iMac上隔空播放 剪辑的时候会发现声音有一定的延迟 有目前解决的办法 就是在输出声音的选项 选到MacBook Pro内置的扬声器 这样就可以解决声音输出 有延迟的问题 第五个是这种Apple Watch的充电器 就价格也是几十块钱 虽然不常用 但是偶尔会遇到晚上忘了给Apple Watch充电的问题 就是我买了一个放在办公室 就因为14寸的MacBook Pro的Type-C接口比较多 我选择了Type-C接口 可以直接插在电脑上给Apple Watch进行充电 特别是外出的话 就不用携带之前那种长长的数据线那种充电器 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不过前段时间我在使用它的时候 发现它就是无法进行充电 我联系了售后 那边给的答复就是Apple Watch的系统升级的原因 然后又给我换了一个 目前我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第六个是USB-C和USB-A的双接口的U盘 毕竟在日常的工作中 我们还是会遇到需要在USB-C和USB-A设备之间 交换数据的问题 MacBook Pro M1 Pro的接口很多 但是没有USB-A的接口就不太方便 我自己不太喜欢使用那种转接物 所以我便考虑使用一款可以支持USB-A和USB-C接口的这种U盘 我目前在用的这款U盘的性能也比较强 传承速度也很稳定 容量是512G的 也可以用来做剪辑使用 不过这款U盘的价格它是有点偏贵的 如果不是对性能和速度有特殊要求的话 我并不是特别的推荐 网上也有大量的可以替代的价格比较低的产品 根据自己的容量和速度的需求 选择一个靠谱的品牌就可以了 这期关于MacBook Pro M1 Pro配件的使用体验分享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